好继续带来看到29号的上午11点左右 吉安分局接获报案 抵达现场后发现一辆机车草丛 有一名老翁明显死亡 车主就是死者本人 那么剑事小组也到场之后呢 发现死者除了颈部有刀伤 还有割碗的痕迹 身旁还有一把菜刀以及农药 那么家属确认死者是汪姓长者 详细的死因尚待进一步来厘清 29号上午11点 吉安分局接获报案 收封箱的河荣桥下 民众发现一辆机车 以及草丛中有一名老翁明显死亡 警方到达现场之后 查出车主及是死者本人 赶紧通知家属到场确认身份 剑事小组到场之后 发现死者除了颈部有刀伤 还有割碗的迹象 身旁还有一把菜刀和农药 家属确认死者死亡性老翁 平时独居为何家人同住 详细的死因 尚待进一步厘清 记者凌桀收封箱采访报道